五例的境外移入的个案 这五例都是菲律宾移工 二月三号同班级来台 十六号检疫期慢时裁检 当时是阴性 但二十三号仲介安排再采 居然又转阳 这样的个案最近频繁出现 检疫期慢才验到 阴阳反复 而且入境时都有阴性证明 病毒量也很低 似乎成为疫调负担 如果一千人再来看的话 那可能这样的人就有 死来个人 这个我们如果再培养的话 也培养不出来 所以到底怎么样去 比较正确的去做这些疫调 一方面也不用社会成本 增加的太多 入境人数即将增加 疫调方针渴望松绑 但境外状况可不乐观 美国东岸疑似又出现 新型变种 和巴西南非洲一样 都有1484K变异 致病例传播力都提高 更担心影响疫苗效力 虽然说抗体的立架会稍微下降 不过还是在保护浓度之上 可能比较长远的一个担忧 是说会不会打过这个疫苗之后的保护力 会减退的比较快 各国疫苗已经开始着手 改变配方 希望在这场赛跑中 成功赢过新冠病毒 大线的新闻市场可信质台北报道